小姐,没事了 太紧张了,就知道郭市长厉害 红烧,你去看看有多少护卫受伤了 告诉郭市长,伤药不够的话,车上有 是,小姐,奴婢这就去 黑暗中很多人混杂在一起 红烧费了些功夫,才找到正在处理尸体的郭义 浓重的血腥味充斥在空气中 一具具尸体被抬到了远离人群的地方 死状各异,让从来没有见过此等的场面的红烧 着实下得不轻 红烧姑娘,你没事吧,姑娘怎么出来了 谢谢郭市长,就是没见过这等场面 有点吓着了,没事 是小姐让我出来看看你们怎么样了 有没有伤亡,伤得厉害吗 伤药够吗 小姐说了,药不够的话,马车上也有 哦,原来如此 麻烦红烧姑娘替我谢谢小姐的关心 大家都还好 药我们这里还有,暂时不需要麻烦小姐 郭市长客气了,怎会麻烦 小姐的吩咐她做完了 轩急,一刻也不敢多呆 对着郭义扶了扶身子,转身离开 小姐,婢子已经把您的话转告郭市长了 郭市长让婢子带他们谢过小姐,也有他们还有 小姐,剩下的事情也用不上我们帮忙 天色已经不早了,要不您再休息会儿 温爱也知道自己的身体,点头顺从的直接躺在了紧入上 不过,拒绝了红烧要替她脱衣的动作 另一边,古兰率先上了马车 点燃油灯,坐在一旁等着慢她一步上来的向云锦 你说,你说我说什么好呢 脱衣服 向云锦看着古兰,眼中划过一丝笑意 然后顺从的脱了短打上衣 微弱灯光下,古兰先检查了前半身 一切良好,肉牙也没有裂开的痕迹 看来前半身的伤口应该是没事了 古兰坏心眼地把酒精紧紧地按在伤口上 感受到向云锦肩膀一紧 这才心软地放轻力道 然后倒药,包扎,一气呵成 好了,你接着吧 我去看一看安安 另一边,古兰找到了儿子大压二压 还有禁止保护儿子的大黑 三小只和一只狗跟着李大娘乖乖地待在一旁 看到古兰屎才惊喜地扑了过来 爹,你没事吧 安安担心地围着娘转了一圈 发现除了点点的血污外 衣物并没有破开的痕迹 小小的人才深深地松了口气 这套运地 还有呢